一百二十三章 烂桃花 听到这些 墨天歌便也放心了 昔日叶家被迫迁往俗世 是因为除了二叔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修士 即便有灵羹 也是相当微弱的五灵羹 凭借丹药也只能勉强修到练习二三层 但这些在俗世生活已经够了 远离修仙界的腥风血雨 还能在俗世享受荣华富贵 还有什么好求的 即便是静和道君俗世的家族 出了一个原因修士和一个结单修士 一直是寻常富贵人家罢了 原本叶家那些人也是死心了的 可是十年前叶真姬出世 竟测出了三菱梗 叶家欣喜若狂 后来玄亲们弟子在俗世办事 叶家家主重金招待 叶真姬才得以回到宽武 还进入了明门 这些事情只是微末小事 故而连千全封直视堂 也不知道叶真姬的身份来历 所以也没有报到静和道君 或是守进真人那里 墨天哥自然也无从知晓 若不是凑巧 静和道君折腾他 落分学让他去了门学堂 只怕等到他结了单 去俗世叶家完成二叔的心愿 才会知道叶真姬的存在 那时叶真姬若是机缘不好 恐怕就垂垂老矣了 叶家费尽心思 将叶真姬送到玄亲门来 一则是不想浪费叶真姬的天赋 二则恐怕心里也存着家族振兴的念头 不过叶真姬的灵羹也只是一般 能进入一个大门派 也是十分幸运 叶家人倒也没什么妄想 只是如此一来 墨天歌便多了一份心思 如今叶家离开宽武还只有数年 显然还想回到宽武来 若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存在 只怕就起了什么念想 想到此处 墨天歌有所决定 如此的话 他暂时不准备让叶家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要是让他们知道 免不了一些麻烦事 当然 也不是要永远瞒下去 等到时机合适 他便回一趟叶家 向二叔的遗愿交代了 但那样的话 免不了要警告叶家一番 若是没有足够的高阶修饰 别想着回宽武 小修仙家族在宽武灭绝的还少吗 那单顶门的瑜伽 还有数个助级修饰呢 以此灾难 便这样没落下来 也不知撑过去没有 如此倒不如在俗世 好好享受荣华富贵 若是出了连根不差的后代 他自会伸一把手 摇了摇头 将这些事甩到脑后 墨天歌站起身 回到徐天静的小屋中 准备修炼 叶真姬如今连道经都还没念完 要走的路还长着 到时他多给一些丹药 再请师父帮一把 想来住击是没有问题的 说不定结丹也很有希望 这也算对得起叶家了 如此决定之后 墨天歌坐了下来 气沉丹田 开始今天的修炼 姑姑 姑姑 听到叶真姬欢快的声音 墨天歌从徐天静里出来 一挥手 打开修炼室的静止 叶真姬带着一脸的笑 一头撞进来 怎么了 叶真姬跑进来 仰着头望他 姑姑 我今天去蒙学堂 继安他们看到我 都跑得远远的 好好笑 墨天歌露出笑容 摸了摸他的头 你很高兴 嗯 叶真姬用力点头 我以前就想 等我住击了 就把他们全部打趴下 叫他们不敢欺负我 墨天歌笑了 当初在墨家层 他意识这样的想法 读好书 听娘的话 长大了 要让天俊他们好看 结果 天俊后来不欺负他了 他也走上了另一条路 虽然现在 他们已经不敢欺负你 可你要努力助击 不能一直依靠别人 知道吗 嗯 姑姑 我会努力修炼的 不会丢你的脸 叶真姬认真的说 我知道 我自治不好 不过 在困我之前 家主爷爷就说 勤能补捉 只要我努力修炼 进阶 还是有希望的 你明白就好 沐天哥 还笑点头 姑姑 一开始 资质比你还差 最后 还是住了鸡 所以说 天资 固然重要 后天的努力 与机缘 也不可消失 叶真姬 眨眨眼 后半句话 他懂 可是前半句 是什么意思 姑姑 他们说 你还只是住鸡 就能被祖师爷 收为弟子 是因为 你天资 比丹林根还高 为什么你说 自己自治差呢 要是自治差 祖师爷 不会收你 做弟子吧 嗯 这两句话 都没错 姑姑的林根 是一种 非常特别的林根 在住鸡之前 一直以为 自己资质很差 后来住了鸡 才知道 原来并非如此 哦 不过这样的话 姑姑能住鸡 也是因为 资质好的原因吧 这个问题 让墨天哥 震了震 住鸡时 引发的天象 确实让他 疑心了很久 他不知道 自己住鸡成功 是不是因为 婚员林根的关系 说不定 还有宿女爵的原因 虽说 住鸡之前 他一直不知 混原林根 为何物 几乎以为 是个废林根 可说不定 进阶时 便是占了 混原林根的光 也不尽然 姑姑在练起期 也是修炼得很辛苦 当时 是我的二叔 一直照顾我 用大量的丹药 供我修炼 所以才有 住鸡的一天 其中苦楚 不足为外人道 叶真鸡想了想 又笑了 我知道了 姑姑 有叔祖照顾 我也有姑姑照顾 我会努力 像姑姑一样 进阶的 这孩子 聪明懂事 根本不需要人 实实管事 偶尔提点几句就行 墨天哥笑了一笑 拍拍他的头 你知道就好 行了 都谋策这么久了 快去修炼 好 我去了 叶真鸡乖乖应声 回去修炼 墨天哥闭上眼 放出神识 叶真鸡修炼的功法 跟所有的入门弟子一样 都是玄清门最基础的一套功法 南华心经 实际上玄清门所有入门弟子 不管资质如何 灵根如何 身份如何 入门 首先就要修习南华心经 以奠定基础 几年前 墨天哥入门 虽然不是心晋弟子 却也粗粗地观摩过 这部道经 确实是相当理想的 启门功法 这套功法 不要求连根属性 修炼速度 也不快 亦不能用于斗法 但却勿天敌之道 修初始之心 修心养性 若将南华心经 好好修炼完毕 再去修炼其他功法 就少了许多心性上的门槛 叶真鸡虽连根不显 但对道经 却甚为了解 心性悟性 也还算不错 墨天哥 关注了好一会儿 看他修炼得很顺利 便不再多管 自己进入虚天境 继续修炼 时间很快过去 修炼完毕 墨天哥 依旧照着晚日行程 处理上清宫的杂事 去门学堂 稍稍指点夜正机 自己进入虚天境修炼 如此重复 这样平静的日子 过了两年 清泉风 同时出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 悬炼沾然 即将闭关 重击原因 墨天哥 得知此事 甚为欢喜 玄音师兄 是师父 坐下第一大弟子 不但是最早入门的 资质 也是最好的 他如今 已四百余岁 却还停留在 结单起 早就让人觉得 奇怪了 眼下终于闭关 冲击原因 墨天哥 暗暗祈祷 这位一直很照顾 他的师伯 或者师兄 能够顺理结音 若是玄音师兄 真的成功结音 他就要改叫 玄音师叔了 修心界的规则 一代原因 便是一代宗师 虽然入门之师 仍然是师父 同门 却还是要 以修为境界 改换称呼 这一件事 守境真人 闭关两年 顺理境界 结单后期 墨天哥 听到这时 只是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后来碰到洛芬雪 言语再试探于他 他也不动声色地 挡了回去 说起来 他还没见过 这位守境师兄呢 他两年前 正式入师父门下 这位守境师兄 就在闭关之中 平日 更是根本不出动服 这两件事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墨天哥这两年来 处理上清宫事务 渐渐接近了 玄清门的权力中心 也了解了一些事情 玄清门 共有五位原因修士 其中 守座太上长老 镇阳道君 是原因后期的修为 镜阁道君 是原因中期的修为 剩下 林须道君 妙依道君 华阳道君 三人都是初期的修为 镇阳道君 固然是玄清门的支柱 但其他原因修士 亦是玄清门的根本 手上一位 原因修士 对门派实力 都是很大的下降 而眼下 林须道君的寿源 快要尽了 最多百年 这位道君 便要作画 这也是玄音真人 闭关冲击结音的原因 也是对守境真人 进阶结丹后期 感到如此欢喜的原因 一位原因修士过去 就要另一位原因修士 来填补这个空缺 以保证门派的实力 和地位 当然 这些事情 跟他还没有什么关系 眼下墨天歌 正遇到一件 让他哭笑不得的事 墨世杰 奋师父之命 去主分办事 墨天歌 本就已经小心翼翼了 结果还是听到 身后插那一句 惊喜 外加柔情的呼唤 他顿时 又立刻踩上白丝帕 飞回洞府的冲动 调整了一下表情 墨天歌转过头 微微笑 白师弟 这个白师弟 可不是展白 展白虽然一直被人称呼 小白 白师叔 白师弟 却是姓展的 这位货真价实 姓白 名艳飞 是玄清门守着 太上长老 镇阳道君 满下弟子 乃是百年难出的 丹领跟资质 一入山门 便被镇阳道君 魄力收为弟子 如今这位白师弟 二十有五 住姬 也有三年 墨天歌自从被静和道君 正式收为弟子 上清宫一切事物 几乎交到他手里 就连一些 太上长老之间的来往事宜 也都由他负责 如此一来 他逐步接触到 门派之中 真正的天之骄子 所谓天之骄子 可以说是精英弟子中的精英弟子 西年在云雾派 住姬修士 便可收徒 故而 金兴弟子 只是比普通弟子 好生一些而已 前清门这样的大派 却不同 结单修士 才有收徒的资格 能败在结单修士门下 天资过人 自不必说 心性悟性 一样都缺不得 这样的精英弟子 自比普通弟子 好上许多 然而天之骄子 却只有原因修士门下的弟子 才能当得如此称呼 而且 必得修为 特别出众才算 比如他们清权分有一个 那就是守晋正人 八岁修仙 一入门 便败在靖和道君门下 二十四驻鸡 七十八岁结单 是玄清门中被寄予众望的 最有可能结音的一批 结单修士 本集播剪完毕 欢迎继续收集